哇 起风了 有点冷啊 下面在烧炉子 看来真的是要下雨啊 好冷好冷 老人说冷就冷在风里 你看 其实温度不低啊 我家里还是20度 外面才16度 但是好冷啊 就是冷在这个风里啊 这是昨天晚上 但是早上起来 还好 还有些太阳 看看这个发的洋葱 没想到根须长出来那么多 接下来要放到地里去了 今天很想吃季菜豆腐根 正好前几天还买了两盒蘑菇 季菜豆腐 蘑菇汤 应该不叫糖 应该叫根 因为它要勾芡的 而且要勾得稍微厚一点的 你看我这些季菜啊 都不用种的 地里自己长出来的 当然要拔的时候要小心 一定要看清楚是季菜啊 不要把野草也拔进去了 因为季菜在长的时候啊 会同时长出好多野草 嗯 今天已经够我吃一顿的了 不去在别的地方找了 这里我还种了一些是红的菜苔 还有蘿蔔 昨天下午我一个朋友带了他的两个好朋友来我家 看了我的菜园跟我说 他说 开始我朋友告诉我 说这个菜园有多好多好 种了多少多少菜啊 然后没有一个人帮忙 就你一个人自己这样种的 我还不相信 我以为他是说大话了 哎 今天见了才发现 没人帮我 所有这些都是我自己一个人打理的 我每天早上总归会花了一两个小时吧 除非天气特别热 或者是特别冷 嗯 我就不会去菜园 你要知道 每天早上 我背着两个手 前院走到后院 这里摸摸 那里摸摸 那是我最放松 最开心 嗯 可以说什么事都不用想的时间 嗯 所以 种菜我没有觉得 嗯 就是压力很大啊 很累啊 当然了 像前几天坐那个种植床 那真的是累的 但是每天起来拔拔草啊 花园里看看有什么胜利果实啊 嘿 会觉得特别轻松 特别放松 哇 又拔了两颗大鸡菜 鸡菜啊 等它长到 就是手长那么大 那个时候拔 那是最爽的了 而且吃起来也更香 嗯 太小的话呢 放到水里一煮啊 就是很嫩啊 就没什么东西了 这里我种了一批那个萝卜 我是准备等它长得大一点了 可以吃小萝卜 因为种的还是蛮挤的 然后 煎苗以后呢 再可以吃大一点的萝卜 今天下午我要去Home Depot 然后还去朋友那里买的鸡 要过新年了 准备去买一些货吧 今年我还订了生蚝 好久好久没有吃生蚝了 我不知道这个生蚝是冰冻的还是新鲜的 反正如果是新鲜的话呢 那我就生着吃 如果是冰冻的话呢 那我就蒸鸡蛋吃 嗯 关注我的视频 就可以看到我怎么吃生蚝的 我走路这块地啊 就闻到这个Skunk 就是臭柚放的屁 臭的不得了 我就在想他一直觉得这块地是他的 反正我每次到这里就闻到这个味道 有一年我就拿了Sam的那种肥皂 那是我网上查到的啊 放了那里他就不来了 但是这两年啊 我看他没来 那个肥皂也是越来越小 越来越小就没了 所以呢 我就没再放了 哎 今年就奇怪了 大概是因为那个肥皂的味道没有了 所以他就又来了 但是我没有看到有什么破坏 后来我想起来了 因为这个角落不是种了一颗大的那个大姑娘 啊 现在那个大姑娘给我拔了 但是那个臭味道还在 就是这种肥皂 你可以把这两头的壳啊 剥掉 开口 那头也是开口 然后放在地上 它就有这种香味出来 这肥皂里面有好多香精 然后它是石油做出来的嘛 很便宜的 好像一美金嘛 但大概现在有可能涨价了吧 那个动物啊 不喜欢这个味道 它闻到这个味道 它就不会进这条路来了 你也可以拿掉盒子 裸的放在那里 为了不要让那个水啊 把这个肥皂浸泡了 因为会下雨啊 你尽量放到高一点的屋檐下 我释放在这个屋檐下 看到了 本来这个花姑娘是种在这里的 现在我把它拔掉了 回房间我把季菜洗了一下 现在做季菜根 已经十一点了 Sam说他像吃那个炸鸡腿 那我就给你们看看 不用很多油就可以做炸鸡腿的 我先做季菜根 锅里放点油 先把这个蘑菇啊 放在油里边煸炒 煸炒的时候放一点盐 让蘑菇先入味 翻炒一下了以后呢 就可以把季菜放下去了 季菜放下去不需要炒很久的 然后我放了一罐这个鸡汤 对了 这个季菜也不需要切得很细啊 我就把它切了一刀吧 每一颗 我一个人吃 所以呢放一罐鸡汤就够了 如果你家里人比较多的话 你可以放个两罐鸡汤啊 然后把它转到砂锅里 如果不是冬天的话 就不需要转了 直接做好就放在碗里 因为还是很冷啊 不想让它冷了这个汤 所以呢我转到了砂锅 然后盖上盖 让它先煮开 煮开后我放了一些勾芡 一放勾芡呢 它又这个冷了 所以呢 我稍微调一下 还是要盖上盖 让它再煮开 今天 煮菜啊 因为Sam一直在边上跟我说话 哎 他说来说去就是说以色列的事情 我就跟他说 我说你再担心也没用 哎 他就说这个仗怎么就打不完了 好了 那现在再把豆腐 放下去 豆腐我还是用的韩国人的这个嫩豆腐啊 因为上次我买了两个 这个豆腐呢不能放时间太久 我已经 差不多快有三个星期了 放下去以后呢 也是 让它煮开 接着我就放了两个鸡蛋 鸡蛋我是把它打碎了以后放下去 放了以后 稍微给它这个 冻一下啊 我的天哪 加了这些东西以后 这砂锅盖子也盖不上了 放一些汤在碗里 这个是鸡蛋呢 里边还有鸡蛋 接着呢 把这个豆腐啊 捣碎一些 你也可以不捣碎 吃的时候再捣 因为我估计 这一锅汤啊 我又得吃两天 肯定吃不完了 Sam跟我说 哈马斯说 他要停战 要求 哎呀 我说 这个战啊 停停打打 会死更多的人 最好是一次解决问题 双方都不要再打了 老百姓死的太多了 最后 我还是要放一些虾皮 跟一些海带 让他们钓一下鲜 因为这些都是 Nature的 Organic的鲜味 我在煮这个鸡汤根的时候呢 另外一个锅呢 就把Sam刚刚拿出来冰箱里的五个鸡腿 放在水里边 让他化冰 也是让他搓一下水 现在我拿出一个炸鸡的这个粉 这个粉我是在H Mark买的 就是这样的粉 就是这样的粉 然后呢 放水 把它调 调成很薄的糊状 这个粉呢 很简单 因为它里面的料啊 都给你已经放好了 所以你什么都不用做 放水调匀就好 现在我们来炸鸡 我用了一个小的不粘锅 油也就是大概放了一英寸也不到吧 绝对不可能把整个鸡腿放下去炸的那么多的油 很少一点油 因为有朋友跟我说 我不喜欢就是大油锅炸东西 因为炸了那个油也没用了 他说有什么办法可以少一点油来炸的 有啊 我说很简单 就翻面就好了 多翻几次面啊 现在我把那个大鸡腿啊 放在这个面骨里边 滚一下 就让这个鸡腿啊 左左右右上上下下都滚到面粉 就可以了 然后就放下去炸 炸的时候不要去动它 让它先凝固了 然后炸好了正面 再炸翻面 我这个锅呢 觉得这个鸡腿啊 放下去了以后啊 这个油就往上升了 有没有发现 它几乎可以 把这个鸡腿的一半 可以都让它炸到油了 这样油就不需要放很多很多 哎 我已经很久没有吃油炸的东西了 想着既然今天已经开油锅了 那我也炸点东西吃吃吧 我去冰箱里拿了我买的大虾 这个虾呢是很大的 一般我一顿大概吃两个就饱了 哎呀今天手一抖 这个我放下去化冰的时候 大概化了十个 又得让我吃两天了 不过没关系 Sam的鸡腿也不可能一顿 全都吃完 所以呢 如果第二天吃的话呢 很简单 把这些虾 跟 这个鸡啊 直接就放在 空气炸锅鸡里面 让它再回温一下 就好了 Sam说 昨天的炒饭还有吗 我说还有一碗呢 到时候把你热一下 再吃两个鸡腿 哎 他说够了够了 菜也有了 饭也有了 我说对啊 现在这个鸡可以翻面了 你们看看油不多 但是炸出来 还是很金黄 很漂亮的 Sam说 看了就有食欲 你这个粉好啊 他说 他什么料都给你放了 连颜色都给你放了 我说你 要是觉得还淡的话 可以再撒一些盐 吃的时候 或者在炸之前 把鸡腿腌制一下 炸鸡呢 最好是炸两次 所以呢 我现在看看 搓了一下 那个油筷子啊 它已经 没有血丝出来了 说明已经炸得满熟了 我现在要把它捞出来 待会儿再重复炸一次 炸肉啊 包括你炸那个排骨也是 就是炸了一次以后呢 放在边上 让它这个热度呢 把里面的肉就煮熟 然后你再 回过来炸一次 现在我来炸虾 虾就很简单啊 这个虾线啊什么都已经去掉的 然后你只要把它 在这个面粉里边 滚一下 放下去就行了 不专锅 真的就是方便啊 要是平时我用铁锅炸这个 虾的话呢 很容易粘了 这样也好 正好把这些多下来的粉 全都用掉了 碗里还有一点点 我就直接倒在 这个虾里边 我跟你说 这个粉啊 我试过一次啊 我就去买韭菜 还有放了虾 就用这个粉 当面粉啊 摊了一个 就是韩国人的那种 叫素菜饼啊 哎呀 好吃的 没话说 所以这个粉啊 可以做好多东西呢 哦对了 给你们介绍一下 这个盘子 是我在拼多多上买的 加税十美金吧 我觉得很实用啊 炸东西啊 不需要再放什么 去油的那个纸啦 很麻烦 这个盘子啊 就是做别的东西可以用 然后放一个这样的架子 又可以用 我之前买过一个架子 但是呢 就是跟我那盘子不配套 这个正好是一套的 特别好用 嗯 我建议你们 炸东西啊 去买一个这样的盘子 这样的大虾啊 不要煎很久 这一面已经煎好了 然后把它反过来 这个虾如果 嗯 煎得比较老呢 就吃起来不太好吃 就干巴巴的 你懂啊 所以呢 稍微煎一下 看到有点金黄了 就可以起锅了 哎呀 好像又做多了 满满的一碗 大概有十个虾呢 这个虾真的很大的 这一碗要一顿吃下去 真的别的都不要吃了 好了 现在再把这个鸡腿啊 拿回去 复炸一次 炸的时候呢 我怕里面不熟啊 所以盖上盖 现在我把这个虾呢 要加两样东西 一个就是番茄酱 还有就是mayonnaise 我一定要加这两样东西的 这样我就不会觉得很油腻 而且味道特别的好 你可以试试看哦 如果今天吃不完的话 明天就连这个碗 一起放到空气炸锅机里面 再去回炉炸个五分钟 我这个盘子啊 它是高温也可以用的 所以蒸啊 还有烤啊 都没有问题 哇 看了好有食欲啊 我告诉你们 香的不得了 太好吃了 Sam的鸡腿 炸的差不多了 现在要开盖 开盖的时候一定要小心 因为它会有 蒸汽里面水分啊 会爆 你看 哇 Sam说 开饭了开饭了 太香了 这个 我想吃了 我用筷子又戳了一下 很容易就戳进去了 好了 这个鸡就算是炸好了 我已经关火了 但是这个炉子 它总是会有一些余热 这就是Sam的午饭 他说我两个鸡腿就可以了 还有两个鸡腿放到晚上吃 我知道晚上他不会吃中午重复的东西 所以我说留着 明天吃吧 好吧 我们开饭吧 我昨天也剩了一些炒饭 但是这个炒饭里面呢 我是放了牛肉芹菜 还松子一起炒了 现在盛一碗 鸡菜羹 哎呀 这个汤太好吃了 还有昨天剩下的一小碗 那个卷心菜 我们俩各吃各的 Sam一边听新闻 一边吃饭 我是专注我的菜 我跟你说 因为早上每天我都是 不吃早饭的嘛 所以这个时候 吃什么都香啊 对 其实是比较辣椒 你说你现在有半个鸡腿吗 没有 你现在已经有10亿的 拉丁一人 好多是非法移民的 美国就变成 拉丁一人 因为只要他们的孩子 在这里出生了 他们就有这个权利 以后竞争 总统啊 在美国规定 就是你总统必须要 是在美国出生的 我说现在大学里 已经对亚裔的 这些好学生啊 上大学 已经控制名额了 所以想来美国的 尤其是想来美国 让孩子来这边读书的 都要想清楚了 因为即使你书读得好 但是大学里 还是有名额 有黑人的名额 有拉丁裔的名额 还有亚洲人的名额 亚洲人占很少的百分比 另外还有别的 种族的名额 他都要 所有的种族都要照顾到 所以这样相对来说呢 中国的孩子 你就是书读得好 在美国 也不一定能考上好的大学 除非你去私立学校 那是另外一回事啊 有好多人都在说 中国卷 那我就告诉你吧 美国也一样卷 找工作也不容易 你要上个好的学校 也不容易 所以都好好想想吧 是不是一定要出国 我是觉得 因为前几天 我跟一个妈妈聊天 她就跟我说 我准备把我孩子 送去英国读书了 我说那回来吗 她说一定回来 我觉得这个比较好 去让孩子外面看看 看看外面的世界 也让她接触一下 外面的老外吧 让他们也知道一下 老外他们是怎么生活的 大家都可以取长补短 对不对 这样让你个人提高一个层次 回到祖国 也可以为祖国建设 出一份力 毕竟去外面看过了 人的眼界是不一样的 那是真的 那是不是一定要居住在国外 我的体会是 我觉得现在的孩子都是独生 让他们去国外 看看外面的世界 然后还是回到父母身边 这样父母呢 也能看到孩子 离得近嘛 因为真的 好多父母 年纪都一把了 为了孩子 还去国外生活 可以这么说吧 在国外他们也不会开车 语言又不行 就跟做监狱一样 这是我的看法 不一定正确 你们自己掂量吧 每个人想法不一样 这个妈妈就跟我说 让他们出去见见市面 还是回来 跟我们一起生活 给我送终 看我吃得多香啊 一口接一口 连话都不说了 SAM也一样 你看 他也吃这个 祭菜 豆腐羹 真的好喝 好吧 今天视频就到这里 谢谢你的关注